唯有认识苦,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解脱生死 苦是指一切众生轮回六道时 身心上所承受的种种痛苦 佛陀将苦分门别类为三苦、八苦等等 只有彻底认识苦的真理 才能达到知苦断继、梦灭修道的境界 为什么会苦呢? 佛教讲苦,有八苦 生、老、病、死 求不得、愿真慧、五云之胜、爱别离 这等等太多了 大家去想一想 为什么会那么多苦 是不是我们自己的贪念呢? 当然生、老、病、死是自然现象 但是爱别离啦 愿真慧啦 如果我们能在无偿苦空的人生中 研究苦因 找寻灭苦之道 增长智慧 修行灭苦的方法 取消苦因苦果 深入人性常乐我境 存乐无忧的真理境界 就能知苦断继、梦灭修道 从一连串理性积极向上的行为中 提升人生、体验人生 达到升华人生的目的 法界新闻 刘明明高雄采访报导 刚才现时也追灾过